HELLO 大家好 我是迪迪 沒錯 終於 適隔了半年 我又重新拍影片了 因為那天細數了一下自己之前的影片 大概也有七八個 然後我就想說 嗯 好 不要放棄 繼續跟大家分享 因為如果我沒有在德國找到工作的話 這可能也會是我最後一段時間待在德國了 畢竟人總是要像現實妥協的 如果我找不到工作我肯定得 嗯 我肯定得回台灣工作嘛 所以Yup 然後如果你要在德國找碩潤的話 通常的管道就是說 第一你去你們系所 他們一定會開一些主題出來 那你就去跟他們的博士生聯絡 那第二個就是你照到那個各打球職網站上面 他都會有寫說 呃 就是 碩潤的職權 他開頭就是寫 Master Cicers 之類的 呃 或者是 Master Arbeit 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如果想要往公司的發展的話 可以在就是準備進入第四學期前 就開始 呃 投那些履歷這樣子 對 然後 終於進入今天的階段呢 就是我畢業了 但同時也是失業了 所以我現在主要是在找工作的階段 那剛好可以講一下 就是在德國你找工作的簽證是18個月嘛 所以就可能我就要換成找工作簽證 然後是一年半的工作簽 當然我覺得應該不會用到一年半那麼長時間啊 因為經濟壓力嘛 當如果我沒有收入 我也沒辦法一直就是待在這裡 所以 對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現在拍影片來 就是記錄一下我可能最後的生活在德國 好 那投工作這段時間包含到現在 我已經大概一個多月快兩個月了 那其實還是很緊張 那有些職缺都是在等待中沒有任何的下落 所以就等吧 也只能這樣子 那只能說在透過找工作的這段時間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去充實自己吧 因為你會透過看到那些職缺的工作描述 然後發現自己有哪些不足 所以這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去幫助自己知道自己有哪些缺點 雖然我們不得不說 一開始挫折感會非常重 會覺得自己非常的不足 但是後來想想 其實這也是啊 因為你知道不足了才有辦法去補強嘛 對 好 所以這就是在找工作的過程當中 那在德國這邊找工作的方式 我是用什麼方法去投的 譬如說會有幾個求職網站 我會去看他們有哪些工作的職缺 像是StepStone Indeed Glassdoor 好像這三個居多 但是我現在用最多的是Linking 因為我覺得他很好用 我可以在上面很 怎麼講 很好的去管理到我的履歷 那我甚至可以去 傳訊息給我有興趣的人 問他一些問題 所以我覺得目前這個是我最喜歡的 然後 至於投工作的地區的話 我目前是限制在歐洲為主 因為我就想說 試看看自己能不能在這邊找到一份工作嘛 當然如果不行的話 可能我給自己的時間可能是半年到一年 那有可能我就會回台灣 或是說回到亞洲去工作這樣子 對 所以我現在還在一開始的階段嘛 可能再過幾個月看到我就會不一樣了 對 好 然後 然後 再來的話就是說 因為我的碩士是用英文唸的嘛 那我的德語沒有很好 就大概畢業 兩年畢業之後我的德語是A2的程度 那我現在就是在語言學校順便上德語 那至於是哪個語言學校呢 就是Doge Academy 這個學校我蠻推薦的 因為我覺得他很適合給正在找工作的人來準備 因為我們需要的不是去考TESDAF 或是考DASHA 我們需要的好 頂多可能是去考BETFIRE的證書這樣 但是 對於找工作來講是怎麼講 很夠的 因為他一天就三個小時嘛 然後 一週就四天的課 雖然比起那些真的要準備TESDAF的語言學校來講 他的強度沒有很強 但是我覺得已經夠了 對 就是這樣 所以我還蠻推薦他的 主要是他價格也比較便宜啦 所以我就選擇到這間語言學校去上課 然後講完語言學校之後 我想應該 嗯 就差不多了 那剛好就是最近病毒很多 那順便跟大家說一下在德國的狀況跟情形 以我目前待的難得來講的話 不戴口罩依舊是他們的一個特色 因為在他們的觀念裡面 而且是很深的觀念裡面 會覺得你戴口罩就是真的很嚴重了 那你真的很嚴重的就待在家嘛不要出來了 那像我之前在公司的時候也有聽同事講過 就是另外一個實習生他的supervisor也跟他說過 如果你感冒就待在家 請你不要來公司 我家裡有三個小孩 我不想要把病毒帶回去給我的小朋友這樣 所以他們的觀念其實是 你今天可能有一點感冒你就在家不要去影響到別人 但是對我們來講 我們是覺得戴口罩是一個保護自己也保護別人的動作 所以像在德國目前嘛 所以昨天我看的例子是 的案例已經接近600了 那我猜今天應該破600了 只是說他們 但是你出去搭地鐵的時候 我看到戴口罩的人數 就是從 三個月到現在 不會有超過十個人戴口罩的 因為 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就是還是非常的 就是很 很敢 對不戴口罩 當然我自己也沒有戴 主要是因為好像也買不太到口罩了 因為我不知道為什麼也就是去藥局的時候 他們會說沒有了 可是在路上又沒有看到人家戴 所以口罩到底跑去哪裡 我真的覺得很荒謬 但是我現在最好的方式是說 應該怎麼講就是盡量也是不要一直出門 或是去人群多的地方 那對啦保護我自己 對 那加上慕尼黑這邊的 的 的案例 或是 這個幫的案例 好像有一部分最一開始是在一家公司 所以 其實他們都是同事 然後互相感染的 所以我猜 比較好控管吧 但我不確定 詳細的情況是怎樣 但總之就是希望這個風波 或是這個病毒 能夠趕快的過去 但同時也可以提高德國人 他們就是對於病毒這件事情 看得非常的輕 的意識可以 以後可以高一點這樣子 對 好 那就是我目前就是 處在德國的想法啦 就是畢業之後嘛 那肯定就是會想要怎麼辦 對 所以我接下來的話呢 也會 分享更多的影片 關於德國 那關於 這邊的生活 那關於 還有台灣德國的比較 對 就是這樣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再繼續訂閱 不是繼續訂閱 如果你已經訂閱了 那你就訂閱了 如果你還沒訂閱的話 再麻煩你訂閱我的頻道 希望他可以有所成長 因為這也是我今年的一個目標 希望透過這幾個月的求職期 能夠讓我的YouTube變得比較好一點 然後 對 然後我的德語變得好一點 那最後不管有沒有找到工作 我想 呃 這兩個 這麼講 我想這過程 學到的東西 也很足夠我 將來在 求職上面的幫助吧 OK 所以 沒有人知道 下一步會怎樣 就像 我也不知道 待會去確認一下 那個 病毒人數的增加 可能又會增加到多少呢 實在是有點可怕 不過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很平安 沒事 好 那我們的影片就下個禮拜再見啦 沒錯 我會每個禮拜更新一個新影片 雖然我不保證是一個很長 很有幫助的影片 但 我會認真的update 就這樣 好 掰掰 哈囉 大家好 我是 莉莉 嗯 我好像沒有看進 我